刚刚结束的一场巴黎奥运会女排小组赛 中国女排面对塞维亚女排的比赛 中国女排经过四局比赛的较量 3比1赢下了塞尔维亚 中国女排在巴黎奥运会小组赛 迎来了三连胜 这一份成绩是让球迷非常满意的 塞尔维亚也是一支比较实力雄厚的球队 并且他们的主教练还是郎平的徒弟 在郎平的身上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 中国队21比25先丢一局 第二局25比20颁平比分 第三局25比22反超比分 第四局29比27再下一城 大比分3比1拿下比赛 同时也锁定小组第一 中国女排在第一局输给塞尔维亚之后 连续扳回了三局 可以体现出中国女排整个的精神面貌 是非常有坚韧的 现场也来了非常多的中国女排的球迷 他们在为中国女排呐喊助威 这也给了女排非常大的精神鼓励 值得一提的是 在第二局比赛中 朱婷自己被换下场 并且在场内采取了冰敷 因为她的手腕出现问题 朱婷是在一次救球过程中 飞身倒地 碰到了场边的广告牌 导致手腕有些不舒服 朱婷的手腕一直都是一个老伤 她主动申请换下场 肯定是觉得有些不舒服 后续朱婷也没有再上场了 还是起到保护她的作用 在这样的小组赛中 中国女排已经确定可以出现了 就没有必要让朱婷的手腕伤势 被继续加重 还是需要留着朱婷打后面的比赛 也希望朱婷的伤病没有太大的问题 朱婷下场之后 李盈盈很好地替代了朱婷的作用 她的篮网和扣球 都能够帮中国女排频频取分 特别是在第四局关键时刻 李盈盈关键时刻一锤定音的作用 真的是非常的强 也正是依靠李盈盈 最后时刻的得分 帮助中国女排取胜 中国女排现在的状态 可以说是非常的好 整体的进攻和防守 以及球员之间的配合 都非常的默契 希望中国女排能够带着这种气势 在接下来的淘汰赛中 继续一鼓作气 虽然在中国女排 出征巴黎奥运会之前 很多球迷是不太看好中国女排的 觉得这一只女排 已经不负当年之勇 但是从这三场比赛看起来 中国女排一点问题都没有 希望能够在巴黎奥运会上 拿到一块奖牌 好 好